比如說你要這些資料的全部 像這些全部都要的話 那你起步是每一次點一下 然後再複製貼 然後再點一下 比如說降雨量 再複製貼 然後如果每天都要統計的話 那不是每天都要複製貼嗎 對跟各位講 真的很多人每天都在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那你為什麼不把爬蟲學好 你就根本不需要特別 每天要複製貼上了嗎 對不對 另外的話現在爬蟲還留心什麼 比如說你要搶票了 你會爬蟲的話 寫個程式時間到 票就搶到了 對不對 搶票程式其實就是爬蟲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 有人這麼容易就可以買到票 有人為什麼這麼不容易就排 不要講搶票了 選客好了 選客是不是也是這種方式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容易什麼客都可以選得到 為什麼我 比人家早起 或者是stand by在那裡 奇怪為什麼我就選得到呢 是不是人家會爬蟲 所以其實 會不會爬蟲 其實我覺得也有公平性問題 當然現在有要立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目前因為 會爬蟲還算少數 所以盡量低調一點 OK 如果你會的話 當然也不要人家知道 你會這東西 不然的話呢 到時候 會變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對不對 真的你會發現太多哦 因為網路上很多東西 你變成你要想買東西 搶東西或者是排隊什麼的 都還是用網路啦 尤其疫情的發酵 那更多了 所以現在電商其實非常流行啦 那 那這背後其實就很需要爬蟲這個東西 OK 但是也不好學啦 所以呢 比如說我要抓那個資料怎麼抓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那個前面那個範例是不OK的 所以呢 現在呢 為了解決問題哦 那跟各位講哦 我又幫各位想了一個問題 用IE物件 不過跟各位講哦 這個IE物件哦 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哦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把IE浏覽器哦 把它在背後執行 它載到那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扒取下來而已啦 就大概這個邏輯 所以哦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個地方要注意哦 就是如果你是用Mac電腦上面 如果你的Mac上面沒有IE浏覽器 這一個程式的話 那也不能Walk 不過因為我們大部分用的都Windows Windows裡面呢 一定會有IE浏覽器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我們現在不是改成Edge 那Edge背後其實也有IE啊 那其實都是同樣東西啦 反正你只要有Edge或者IE 都可以Walk 那我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它這一段程式 你們待會可以把它從Sub 一直到End Sub 把它怎麼樣 Ctrl-C 然後Ctrl-V有沒有 貼的話呢很簡單 就貼到這個程式下方 我剛剛已經貼過了 OK哦 那另外的話呢 Run很簡單啦 我剛剛是有加了這一行 這一行其實我沒有啦 沒有加上去 叫做IE的Visible Visible就是看得到 等於1 那表示 那當然我現在不開好了哦 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些資料呢 都清空 那如果我要抓那個網路上面的資料 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哦 基本上呢 它就是先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再做什麼呢 就是這一行實際上 就是把IE軟器把它叫到我們Excel裡面 VBA裡面去Run 所以呢 目前喔 這個IE其實是已經Run起來 可是你怎麼知道IE是不是Run起來 其實有 你可以再補一行 叫IE點Visible Visible的話是看得到啦 那預設是等於0啦 等於0的話是看不到 那我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哦 其實哦 它IE是在這個什麼 記憶體裡面Run哦 如果你要看到 其實你可以補這一行 但理論上其實不補也沒關係哦 然後呢 我們實際上是什麼 這一行是把那個網址傳給它 所以你會發現哦 這個IE現在裡面是放什麼 放氣溫的東西有沒有 然後呢我們只要 這一行是讓它等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網頁要全部載下來 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要抓的話 一定要等它全部載入之後 才可以去抓 不然會抓不到 有時候可能陷於頻寬的關係 所以這一行是什麼 讓那個程式先等個3秒鐘 然後再去抓裡面的table 第幾個呢 第一個table 因為這裡面只有一個表格 所以把這個table抓過來 然後呢再去抓裡面的 相關的標籤 什麼標籤 TR就是一列啦 然後把一列裡面的TH TH就是欄位 上面的欄位名稱 跟裡面的資料就TD TD裡面的什麼呢 叫Innertest 就是裡面的資料 幫我一個個抓到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裡面會跑回圈 所以我把它全部跑完 OK 那你會發現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那最後呢 為什麼IE關掉了 因為我最後有一行敘述 叫IE.click 就是幫我把IE關掉吧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IE物件的使用 其實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那個資料呢 可以放在瀏覽器 能夠被看到的話 那也就是說 就可以把它抓到 這個Excel裡面了 OK 所以這個裡面大概程式是這樣 那至於細節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比較大家應該會 比較有問題的 主要是這個 用這個方法 IE裡面的話 它有所謂的Document 就是它裡面顯示出來的文件 然後呢 那你想說 為什麼會有什麼 GateElement by Tag TagName 那什麼叫Tag 實際上 所謂的Tag 其實就是這個 比如說我剛剛氣溫部分 在氣溫上面選取 然後按右鍵 你可以檢查 那檢查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氣溫的位在這裡 它現在 所處的標籤就是H3 也就是前面有個小於符號 有沒有 所以哦 那 底下的資料 比如說我底下 這個 DIV有沒有 這個DIV裡面就有個Table 所以其實我們是抓這個 標籤有沒有 也就是抓這個Table TagName指的是它 OK 那你會發現裡面還有什麼 所以哦 你可能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要分析 分析裡面有沒有TR TR TR裡面不是有TH 所以也就是針對 所以你會看到TagName 實際上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就把它有規則的去分析 比如說 第幾個TH 那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儲存歌裡面 所以最後寫出來的話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先抓Table 第幾個Table 第一個Table 瓜虎鈴就第一個 然後再把它裡面的TR抓出來 先抓這個Table 然後再抓TR TR就是一列 一列裡面的話又分成是欄位 欄位就TH H的話是HEAD TABLE HEAD 然後呢 TD的話就是儲存格 分別把他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抓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抓完之後呢 我其實有刪掉一些資料 哪些資料呢 就是這個後面 我們其實主要 只要什麼 1到12月 那平均跟 統計期間把它刪除掉 所以我後面又多了這個叫Colents N到O把它Delete掉 那最後自動調藍寬 OK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假設我把它重新再Run一下 OK那CLEAR 然後就把IE叫出來 顯示出來 你會發現它會擋到 所以這一行其實可以不需要加沒關係 然後讓它跑 跑完之後的話呢 他就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然後把這兩欄給刪除 OK就完成了 那底下當然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其實我還放 就還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假設希望 可以把什麼 把這些全部都抓下來 比如說日照時數 最低氣溫 跟什麼呢 最低氣溫什麼小於 這個大於等於10度的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需要一個切換動作 這個切換動作 其實我也有把它 這個有相關說明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有把它那個切換動作寫到這裡 所以如果各位 假如希望 去抓其他 比如說要抓降雨量好了 那怎麼抓到降雨量 降雨量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剛剛的程式 應該是沒辦法 那如果你要切到降雨量的話 其實就加黃色底色這個部分的程式 它就會怎麼樣 幫你切到降雨量 然後把降雨量給抓下來 所以等一 如果 待會也可以試試看 降雨量這個部分 那 比較關鍵的部分 就是 它會去 切換那個什麼 切換我把那個 這個地方 IE.visible 讓它顯示出來 這個其實你可以加這個 IE.visible 這個其實你可以加這個 IE.visible 把這個 這個中斷點 然後跑一下 比如說我要抓的是降雨 像現在是氣溫嘛 如果要抓降雨量的話 那我可以多一個動作 IE.visible 然後去讓程式 讓那個網頁 停在氣溫 可是你會發現 它預設是氣溫 那怎麼樣讓它變成降雨量 其實主要就靠底下這幾行 也就是說 讓它切換 切換第幾個 第九個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九個 那它這個跑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有沒有 跑到這裡的話 你會看到降雨量出現了 然後它 Change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說你 假設要抓的資料 不是只有氣溫 而是要抓降雨量的話 那主要是透過 這一段程式 就可以去切換 降雨量的位置 OK 那因為這個 IE程式部分 相對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把它當成補充 如果你實在是 對這部分 有感覺上太難了 沒關係 你可以用其他比較簡單的方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那個氣溫的部分 就是在第一段 如果你要抓降雨量的話 就是第二段 甚至我底下 還有寫那個 如果你要抓氣候所有的資料 也可以 跑個回圈 第一次抓第一頁 它會 先抓那個 下拉清單裡面的第一個 那之前就有同學 就把這些全部抓下來做分析 然後畫圖表 發現 那個 有一些看不到的相關訊息 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南北差異 到底降雨量差多少 氣溫差多少 OK 好 那 請各位試試看